好我們持續來帶您關注金華城邊案目前的最新進度 在今天上午9點03 Finish後北姐12度提訓了柯文哲 我們從稍早畫面當中可以看到 柯文哲依舊是穿著黃色的球服以及藍白拖 走下球車雙手也同樣被上銬 不過畫面再仔細放大看 柯文哲這回沒有戴口罩 甚至是露出淡淡的一抹微笑 也讓大家不少猜測說 柯文哲這個笑容是有代表什麼樣的含義嗎 因為其實依照以前被押的被告 其實心情應該是非常沉重的 但是昨天彭震聲也露出笑容了 今天柯文哲被提訓也一樣露出笑容 難道他們兩個人這回是勝券在握嗎 好其實今天柯文哲惡多招提訓 在稍早的時候他的文律師震聲員 以及陸正玉翼也陸陸續續來到了北檢 那麼他們現在仍舊在北檢的二樓來進行開庭 今天檢方的重點有沒有可能就是要 被柯文哲的金流來做詢問呢 因為其實昨天北檢可說是雙劍齊發 除了針對這個金華城病案 傳喚了前都發局長林中明之外 甚至同一時間針對這個木可假帳案 也傳喚了這個會計師端木正 還有一位秘密證人 也就是端木正的事務所的女職員 兩邊同步進行是不是有掌握相關的金流 很有可能都是北檢今天要來釐清的重點之一 加上今天不僅提訓了柯文哲 在稍早的時候我們也掌握到了最新的消息 連政署也一次傳喚了一位證人 似乎就是前北市府的員工 不過這名證人在剛剛稍早的時候 從連政署這邊問訓已經結束 直接離開並未來覆訓北檢 這是我們目前幫大家掌握的第一首消息 所以現在柯文哲仍就在北檢裡面要來進行二次的開庭 其實距離上次開庭的時間大概只短短三天的時間左右 但是北檢現在密集的陸陸續續 每天都平平的有新動作 就是要持續在柯文哲的金流上面來找到破口 希望有所突破 包含昨天其實大家知道 有檢連有查到一個神秘的保險箱 裡頭金流的部分 昨天柯文哲的妻子陳佩琪也有提到 對我來說明他這些金流的來源到底是哪裡 不過針對這個4300萬的商辦大樓 好像也沒有講特別清楚 甚至大家也質疑說 陳佩琪之前分60次用ATM存入的這個錢 時間點其實也是非常監禁 跟這個金華城閉案的這個便當會的時間非常相近 因此現在檢方不排除 很有可能近期會在二度來傳款陳佩琪 陳佩琪會不會從證人轉為被告呢 也是大家目前非常關注的焦點之一 現在柯文哲還在北檢當中持續來開偵察庭 很有可能在中午的時候就會結束 然後再搭上求車從這個北檢離開 回到看守所 但是如果檢方認為還問不夠的話 也很有可能會把柯文哲留在北檢吃午餐 下午再繼續來詢問他 甚至也很有可能下午會再提訓其他被告 要知道昨天有提訓這個彭建生 那現在還有沈靜晶、易小薇 以及還有一個人還沒有被提訓過 就是易小薇的助理吳順明 檢方下午會不會再有所新的動作 或者是在提訓其他人 我們都會持續在幫大家現場掌握這些消息 稍後的狀況會再跟大家回報 先將時間還給彭內直播 加油 加油 加油